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Mike Tyson是我非常喜欢的拳击手 虽然最近退役多年 但是他因为我最近有在练一下 简单的拳击只是打沙袋而已 可是光是拳击的footwork 就是你的脚步的那种移动 他跟我们走路的方式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脚步的移动上 你要一个不太正常的方式 调整你的重心去旋转你的敌人 OK 那我看到Mike Tyson在这个年纪 他还在练习的影片中 那个转的速度真是飞快 他真的是动物 当然人也是动物 他真的是 我们说他是一个freak of nature 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人 He's a freak of nature freak是可怕的事物 OK The freak of nature Anyway 那但是他是一个情绪管理 非常糟糕的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 打老婆被关 然后也时不时发生一些 总之就是斗殴事件 所以就背了一些很糟糕的名声 甚至他在比赛中 因为失去 就情绪失去控管 然后就把对手的耳朵 他咬对手的耳朵 然后咬到这个洗淋淋的 对手是Evander Holyfield 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这个事情 拳击赛怎么可以咬人家耳朵 他就是在拳击赛中理智断线 Snapped OK 好 所以这个报导就是他又断了 这个年纪又断了 Mike Tyson Repeatedly punches a passenger Mid flight A video shows Repeatedly重复的 Punch就是一拳一拳揍 揍一个passenger Mid flight就是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 所以不是起飞中降落势 No Mid flight 看一下这里说什么 好 这才有影片 总之是 揍到这个人蛮联系的 听说是 有没有好理由 你可能会想说 揍人哪有什么好理由 我们先看下去 So A flight from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Florida Was disrupted After former heavyweight champion Mike Tyson Assaulted a fellow passenger A video appears to show 好 OK 所以从旧金山 飞到了佛罗里达这一个飞机 就被中途打断了 Was disrupted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所以former heavyweight champion 就是他是前重量级冠军 没错 OK Former前 Mike Tyson Assault这个字就是攻击 这样子打 这样子 Assault这个字也蛮常见的 说实在的 看一下这个词的一些 会看到的其他的出现的一些名词 或动词的用法好了 像我们讲说 有一种枪叫步枪 来福枪 来福枪真的是一个 是不是比较古早的翻译了 我们现在好像比较讲成是步枪 然后前面会加assault assault rifle 难道翻译成攻击型步枪吗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有这么一个英文名词叫做assault rifle 然后还有 aggravated assault assault本身就是一个罪名 公诉罪 公诉罪就是国家可以告你 所以即便那个人不提告 警察也可以提告 所以为什么那个 我会讲到威尔史密斯 又要被拿出来了 威尔史密斯 舞台上打人这件事情 事实上这个公共 公众打人 警察是可以提告的 那 那但是 Chris Rock想 习是宁人 所以那或许 这个官方也不想把这件事弄打 所以 总之 警方没有逮捕他 没有提告他 那aggravated assault 就是重伤害的 这样子 所以重伤害不是 heavy assault 他前面用的是 aggravated这个词 也就是严重下去了 更严重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个词 不对 我们那时候讲的是 exacerbated 跟另外一个字 突然间脑袋转不过来 想不想另外一个字 exacerbated exasperated 这两个 实不实在复习 那你还记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问你自己一下 exacerbated exacerbated是 事情变严重 所以例如说抽烟会 严重我的咳嗽 我没有抽烟 可是我的咳嗽是因为 我自己是觉得 胃食道逆流 烧到喉咙会痒痒的 一直很痒 所以我没有喉咙痛 我只是痒而已 所以会咳咳一下 干咳一下 所以如果说会加这种 exacerbated exacerbated 而exacerbated 是不太开心 弄不爽 这样子 所以在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之后 I feel exasperated 就是觉得整个 累了这样子 exacerbated 也不太开心了 你可能会问我说 好Paul 你是怎么背的 你怎么有办法 马上可以讲这两个字 你会问这个问题吗 你会好奇 英文好的人 为什么能够很轻易的 把这些字 讲给你听 或者你可能说 废话 你是老师 你当然这些字要熟悉背起来 不是这样子的 No 不是这样子的 你问任何一个英文好的人 你能不能现在造一个 exacerbate 或者exasperate 的句子出来 我相信英文OK的人 都能够转个两下 就做得到 所以 为什么对这两只熟悉 是因为熟悉到 可以立刻造句 所以才不会搞混他 因为你从造句的内容中 你就可以判别了这个字 大概是什么意思 所以并不是我有去背 说exasperate 是死脑怒 死厌烦 我不是这样背的 我不是用中文去背的 我是run造句 在脑中run造句 所以你不要相信 有的老师说 我不是一个会造句的老师 那你他妈的英文就烂了 你为什么不会造句 你如果不会造句 表示这个语言你还不够熟 你没有熟到可以教人 所以能够造句的老师 才是好老师 或许我这样讲 还是讲得太快 如果一个老师 很会找资料给你 good for him good for him 那找资料你不会找吗 那造句你会不会 你不会 老师应该会 这样的老师带你才比较对 这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反驳 无所谓 但总之 我最近好像常抱怨这些事情 但我们回来讲英文 总之 你要成为的英文好的人士 你想要成为一个英文好的人 你就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要能够用单词来造句 那你说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培养这个能力 他妈的多阅读 你多阅读多看 为什么我刚刚可以造这个句子来 因为这两个字的使用 the use of these two words I have seen them more times than I can count ok more times than I can count 所以我已经看过他们 看到已经 我说不出来几次了 所以为什么造句对我来说 不是困难的 那你看换一个字 champion好了 我能不能造个champion这个字 名词很好造 对不对 he is the heavy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马上就出来 对不对 好像已经偷看这里就是 所以造句真的很重要 造句的能力 尤其是动词的造句 或者动词变成了名词 或者动词变成了形容词的造句 我觉得更是为重要的 因为你要看他看了很多次 形成了印象之后 才比较容易好造得出来 这个我真的有点在扯太远了 anyway回来这里 所以他说的就是 总之他assault了一个fellow passenger 就是一个一起飞的的一个乘客 the video of the altercation was shared first on TMZ TMZ就是那个八卦的 那个杂志网站之类的 TMZ Paparazzi 狗仔队 好 所以这个altercation的video altercation是什么 或许是我们今天讲的 真的重点是这个 就争吵跟争辩 就是altercation altercation 这里特别有一个definition a noisy argument or disagreement especially in public 所以就是很吵的一个argument 或者就我跟你之牛不同意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这样叫做altercation 那讲到争吵争辩 我们还有几个词 quoral 就是口角 shouting match也OK 就是我跟你在那边 比谁笑得比较大声 或者比谁笑得比较 字比较脏货之类的 that's a shouting match OK fight其实也很OK 但你知道fight不是也可以是打架吗 但都可以 可是fight我们也很可以 只说就是两人在吵架之类的 所以你看到一对兄弟不讲话 你心里就会想 Are they fighting 就这样子 Are they fighting 然后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说真的 我看的次数也不够多 可是总之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发现这个字很值得介绍 scrabble scrabble也是quoral 也是口角 但 可是scrabble的重点在于 就是为了一些小屁事 所以scrabble的另外一个中文翻译 叫半嘴 半嘴 OK 像我可以想象 我都可以回忆 我小时候有时候会跟我妹妹们吵架 那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屁事 你知道吗 屁事 会想说 你的汽水比我大悲一点点 我觉得不公平 然后就吵起来 很屁的事情 but that would be a scrabble OK scrabble 好听懂就好 那下面还有一个这个definition 我觉得讲的蛮不错的 就是他把autocation跟quoral 跟fight这个几个词 再多了一些补充 所以autocation is a nicer word for quarrel which is a nicer word for fight 所以fight就严重 quoral好一点 autocation再好一点点 再nice一点点 所以下面说 fight is a simple effective one syllable word 所以两个人正在fight 很简单 很有效的 一个音节的字 one syllable就是一个音节 quoral is a softer two syllable word 废话嘛 软一点 两个音节的 and altercation is very civilized sounding four syllable word autocation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的和平的 非常的有教养的 civilized有文明的 有文化的 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 一个四个音节的字 for the same uncivilized thing 所以是 但它却是 在此同样一个很不文明的事情 也就是 a noisy argument between angry people 很生气的人之中 发生了很吵的一个argument 总之 它想讲的是这三件事情 是三个字 其实同一件事 只是autocation 看起来好一点 所以有时候报道中出现的是 autocation 好OK了 所以在这video里 Tyson is seen leaning over his seat 所以他被看到 所以被动的 is seen 所以靠过他的一个椅子 所以他能站起来往后 seeing leaning over his seat as he repeatedly and lends punches to the unidentified man's head 所以他就 一圈一圈打下去 lend punches lend在谁身上 打在谁身上 那个没有被 说是谁的这个男子 所以这个男子 没有被说是谁 unidentified 所以他的身份 没有被指出来 another person tries to push Tyson Tyson 不是Tyler off the man 另外一个人 试着把他推开 the beating lasts for a few seconds 打了好几秒 Alright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想替他辩解一下 或许也不是辩解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他的应该算是一个代表 他的律师或之类的 说了些什么 所以他跟NPR 也这边讲的是那个公共电视 National Public Radio 应该讲公共广播电台 用email呈述这件事情 unfortunately 不现的是 Mr.Tyson had an incident on a flight with an aggressive passenger 所以他说是 这个人是aggressive一点点 who began harassing him and threw a water bottle at him while he was in his seat 所以他 一直去烦他 harass他 而且丢了一个水瓶 so threw a water bottle at him 当他在这个 座位上的时候 OK 所以在这个assault之前 Tyson had agreed to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passeng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light on Wednesday Yeah 所以Tyson还跟他先合照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其实是粉丝 同意跟他照相 had agreed to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passenger but the overly excited man continued to bother the former boxer during the flight 但是他 在这个飞行过程中 这个过度兴奋的这个家伙 持续来bother他 despite requests from Tyson to chill 所以Tyson一直跟他说 come on man chill don't bother me anymore let me have my peace right 不要烦我了这样 所以那这chill是什么 就好了 你就冷静下来吧 OK 别讲话了 chill这样子 那这个video呢 秀出了这个passenger的forehead 因为就是已经有血了 appear to be bloodied as a result of the punches 听起来很遗憾 OK 好了 看到这也大概够了 说实在的 没什么好听到辩解的 这个人就是一个 他的问题就是说 他情绪控管有问题 那那个情绪控管 并不是emotion这个词 我们情绪控管 多半讲的是 anger management 甚至有一部电影 就用这个当作片名 就是管理你的怒气之类的 anger management 一般亚洲人 对这个比较没问题 我们亚洲人多半很少 希望个人家去engage in altercation 所以but that's us 那我会说 这个是外国人的问题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个频道 常常讲的是文化上的东西 但这个就看大家 去怎么讨论好了 算了 我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